好,再来呢,第三小题呢,图中的X值是多少呢? 那这里呢,会用到一个概念叫做 只要是等加速度运动的情况 那它的每一个时间间隔,如果是相同的时间的话 相同时间间隔的话,它的位移会是等差数列 等加速度的情况下呢,如果 时间相同,时间间隔,相同时间间隔呢 所走的距离会越来越长,那其实这个就是 速度越来越快的意思嘛 相同时间间隔,位移越来越 长 那为什么呢?因为速度呢 是越来越快的,对不对 像举例来说,可能等加速运动 一开始是2,再变3 再变4,再变5 那这个2的意思就是 每一秒走两公尺 然后 这个3的意思就是每一秒走3公尺 4就是每一秒走4公尺 那如果说你的秒,你的时间间隔是相同 是相同的时间间隔的话 那就是 同样的一秒中内呢 它一开始是只能走 2公尺 在第2秒 它可以走3公尺 在第2到第3秒,它可以走4公尺 第3到第4秒,它可以走5公尺 所以同样的时间内呢 它的位移是越来越长的 而且是乘等差急速 等差速列 所以 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个纸带上看出来 一开始是,比如说5到7 时间间隔都0.2秒 那5到7的位移7.5 那再从7到9 是变10.5 然后呢,再从9到11 又变成13.5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们间隔都是差3嘛 所以呢 同样的 时间3到5 也就是对掉X 3到5对到X应该也要差3 所以X应该是4.5 这就是第三小题 4.5公分 好,那再来第四个选项 第四个小题 图中第九个点的顺时速度 是多少 那其实我们在第二小题的时候 已经算出来了 其实就是 就是60 就是60 好,那第五个小题 它是要求第十一个点的瞬间速度 那第十一个点的瞬间速度 除非我们知道后面的 第十三个点 然后9到13的位移 然后去算平均速度 得到十一个点的瞬间速度 那是一个方法 可是今天我们没有到十三个点的数据 所以我们只能说用等加速度运动公式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从第九个点再加上 加速度 然后乘上 时间 不过这里的时间是两个牛塔T 对不对 看得出来吗 就是一个 两个 所以它是乘上 两个 时间间隔 那一个时间间隔是0.1秒 所以就变成了 在第九个点的瞬间速度 加上加速度 加速度刚刚第二小题有得到 它是75 那再去乘上0.2秒 所以结果就是75 这就是这五题的答案